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不存在直接连在バ後面的形态 需要排除 第三题的正确答案是4 这个题我们首先可以排除选项2和3 这里空缺处前后均有名词 并且情绪名词 日本代表に選ばれた選手 被选做日本代表的选手 说明是一个具有优秀资格的人物 后续名词 モノ是一个抽象概念词汇 能接在这两类名词中间的 只有选项1和4这两个剧情 那么到底是 タルモノ呢 还是ドモアロモノ 这两个剧情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上一次课中曾经提到过 这两句最大差别就在于 タルモノ提示的是 そのようなことがふさわし 后向事情和前向人物身份地位非常相称 但是 ドモアロモノ 这提示的是 それにふさわしくないことする 后向事情和前向人物的身份地位不相称 那么我们再来看提干中的后半句 因道德败坏被捕 正是令人叹息 很明显 这是前向人物所不应犯的错误 与他的身份不相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答案应该是4 ドモアロ 第四题的正确答案是1 这个题我们首先来看提干中前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大家面前说的很擅长滑雪 如今难以开口说不会滑 很明显 这里的前后项之间应该属于因果关系 在个选项中 只有1 表示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这一答案应该是选项1 选项2 モノノ和选项3 ドコロ都表示转折关系 选项4 慢慢你 表示保持前向状态不变 都不合提 需要排除 第五题的正确答案是3 同样可以通过分析前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得出答案 这里提干提示我们 据说那部电影评价很高 你平时去看都要排队 很明显这里前后属于因果关系 因为评价高 所以去看的人多要排队 然后我们再看选项 表示因果关系只有选项3 ドアテ 这个句型表示由于前面的特殊状况 而理所当然的得出后项的特殊结果 符合我们这里提议 是我们正确答案 我们再看剩下三个选项 选项1 ドイエバ 表示提起话题 选项2 ドモナルド 表示到了某一特殊时期或者阶段 自然就会出现后面的事态 选项4 ドアイマッテ 表示前面两个因素相结合 产生了某个好的结果 这三个选项都不合提 需要排除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学习 第15课 企画代表和第17课 教授 首先请大家翻到教材第15课 我们一起来看表示比较对照的句型 第一个句型 这个句型前面既可以连接体验 又可以连接用言 体验主要是名词 连接名词的时候可以直接加 比如说 也可以名词加上 再加上 连接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时候 直接用一般形态加上 就可以 比如说 连接形容动词的时候 可以词干加na 再加noに引き替 也可以词干加deある 再加上noに引き替 比如我们可以说 好きなのに引き替 也可以说 好きであるのに引き替 这个句型原自于动词 引き替える 意味 交换する 反対にする 交换 相反 所以我们这句型主要用法 就是将前后内容进行比较 并且从主观上给出评价 是好还是坏 用日语来解释话可以理解为 何々と大きく違って とは反対に そのことはいい 悪い 番組 与什么什么相反 要注意的是 这里说话人的主观色彩 比较浓重 请大家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一句 大変な時代の中でも 一生懸命に生きている その主人公に引き替 今の私は なんとたらしないのだろう 那个主人公 即便身处困难时期 也在努力生活着 爱与之相对 如今我真是太懒散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 姊がキレイ好きなのに 引き替 妹はいつも部屋を 散かしている 困ったものだ 姊姊很喜欢干净 但是妹妹和她不同 总是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 真叫人头疼 这两个句子 均通过与前向人物的比较 来突出后向人物所欠缺之处 很直接体现出了 说话人的主观判断 评价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个补充例句 请大家体会一下 第一句 父亲对女儿百意百顺 而母亲特别严厉 再看第二句 金持には奸役家が多いのに 引き替 貧乏には とかくお金があると 使ってしまう傾向がある 有钱人中 勤俭持家的人很多 相反 穷人却有一有钱 就花光的倾向 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 それに引き替 可以单独拿出来 作为接续词用 比如我们教材中 第四个例句 因前后下内容都比较长 将に引き替 猜分出来 用接续词 それに引き替 的形式出现 请了这句话 田中住的公寓 又新又宽敞 而我的住宿正好 一致相反 又旧又急 和你车站很远 这里的それ 只带了前一个句子内容 田中さんの住んでるマンションは 新しくて広い 用这种形式 使句子结构清晰明了 不显得过于冗长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三 选项一和选项二分别是对出生地和年龄做的对照 并不含有主观色彩上的评价 但是选项三就不一样了 穏やか和感情的き 不但在意义上相对 而且都属于说话人的主观评价 符合句 是我们正确答案 表示母亲很沉稳 但是相对的 父亲比较感情用事 讲到这里 请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曾经学过哪些句型 与你引き替え的用法比较相似 这些句型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用法相近结构也相似的 我们说还有 に比べて に反して に対して 这样三个表达 首先 に比べて 和我们刚学过的 に引き替え的用法比较相近 基本不用做什么比较 属于它的口语表达形式 再看に反して 这个句型表示结果与前面的预测 期待相反 并不存在比较对比的意思 比如说 予想に反して 今年の試験は それほど難しくなかったそうだ 出乎意料的是 据说今年的考试不是很难 另外 に対して 也是我们平常使用 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句型 它在表示 对比对照的用法时 次中与列举两件对立的事情 进行对比对照 不存在说话人的主观评判 比如教材中复习部分 第一个例句 うちでは 母がお酒が好きなのに対して 父は全然飲めない 我们家里母亲很喜欢喝酒 但是父亲完全不能喝 这个句子中 只是单纯的在喝酒意识上 对父亲和母亲做的比较 并不存在 评判谁好 谁不好的意思 接下来 请大家看第二个句型 にもまして 这个句型源自动词 ます ます 还有增加 甚过的意思 所以这个句型意思也就是 甚过 比什么什么 更加如何 用日语来解释话 可以理解为 通常のこと 以前のことよりも 他のこと 現在のことの方が 程度が上だ 使用的时候 前面可以连接名词 比如 去年にもまして 以前にもまして 也可以理解疑問词 比如说 いつにもまして 何にもまして 誰にもまして 请大家看 价材中の例句 第一句 去年は猛暑で 連日気温が33度を超えたが 今年は 去年にもまして 暑さが厳しい 去年夏天酷热 连续几天 气温都超过33度 但是今年 比去年更热 我们再来看第三句 もともと覚えるのは 得意ではなかったが 最近は 以前にもまして 物覚えが悪くなった 本来記理就さ 最近比过去 还记不住东西了 这里的 以前にもまして 也可以用 前にもまして 比如我们下面 这个例句 彼は 幾段の試練を乗り越え 前にもまして たくましくなった 他经受了很多考验 变得比以前 更加坚强了 看到前面 这些例句之后 关于这个句型 希望大家 能够掌握以下几点 第一点 にもまして 所提起的比较 重点是指 数量或程度的 进步增加 第二点 这个句型 在连接普通名词时候 相当于 我们英语中 学过的比较急 前面连接 疑问词的时候 相当于最高级 比如说 いつにもまして 比任何时候 どう 誰にもまして 比任何人 どう 具体我们来看 教材中 第四个例句 結婚式の日の 彼女は いつにもまして 美しかった 婚礼当天的 他比任何时候 都漂亮 第三点 这个句型 作为比较及 最高级的用法 后向的数量 程度 只会比前向 更近一层 所以后向中 不可能出现 否定形式 第四点 それにもまして 这个形式 可以单独拿出来 作为接续词使用 比如 水灾很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地震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2 这个题我们根据前面提示的第三点 后向不可能出现否定形式 这一点就可以选出答案 表示对祖父来说 看到孙暗门好像就是他最期待的事情了 看到这里 请大家回想一下 过去学过一个表示比较的剧情 どういうより 这个剧情侧重于表示 就某个人或某件事 加以比较评判 在不否定前向内容情况下 提出说话人 更倾向于后向的意思 比如我们教材中复习部分的第二个理句 父亲与其说不喝酒 还不如说是不会喝 这个剧情经常和 むしろ相呼应使用 比如 悔しいというより むしろ自分自身が情けないと言った方が 今の気持ちに近い 现在心情与其说是心有不甘 还不如说是觉得自己太没出息了 好了 关于第二个剧情我们就看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剧情 ないまでも 这个剧情接在动词 没能奢侈到去海外旅行 陷入 代 でください つもりだ すべきだ 等等表示个人意志 希望 义务 命令等的表达 另外这个剧情还可以 とは言わないまでも とは行かないまでも 这两种形式 直接接在名词后面使用 比如我们前一个例句中讲到的 かいせいとはいかないまでも 再比如我们教材中第四个例句 まいせいとはいわないまでも せめてつきにいかいわがいしょくしたい 就算不是每周 那么至少想每个月出去吃一次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2 这个题只要我们能够准确把我 ないまでも的前后程度关系 就可以立马选出答案来 ないまでも这个句型所提示的是 后下内容程度比前下稍微低一点 那么体感中提示我们 うどうどうしこうどうしたい 想要以唱歌为生 那么前下空缺处所需要填入的 应该是比这个事情程度更高的一件事情 符合这一点的只有选项2 人気がしにもなれない 就算做不着人气歌手 所以这个题我们选2 关于15课对照比较的句型 我们就看到这里 接下来请大家看到教材第17课 我们一起来看表示强调作用的句型 首先第一个句型 だりともない 这个句型前面揭数量唯一的最小单位 比如 一日だりとも 一円だりとも 后面在于否定形式相呼应 表示即使是最小数量也不允许 相当于全くない だけでも決してない 请大家看教材中的理句 第一句 あなたのことは一日だりとも忘れ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再看第二句 比赛的时候 一个都不能疏忽 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数量唯一的最小单位 有一日一千一薰 这样表示微量的词汇 也有类似于一年一等 这类本身数量就已经很庞大的词汇 だりとも这个句型 是以让步的方式来强调 最小数量都不可以如何如何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使用 年动 这些本身数量就已经很庞大的单位 另外 だりとも后面除了和否定形式相呼应 还经常和表示禁止的那一起相搭配使用 比如我们这句话 5号の一粒だりとも無駄にするな 米饭一粒都不许浪费 还有一点需要大家了解的是 像我们教材中第四个例句里面出现的 何人と誰とも 可以当作惯有形态来寄掌握 比如我们教材中第四个例句 何人と誰とも この神聖な場所に立ち入ることは許されていない 任何人都不允许踏入这个神圣的地方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2 这个题只要大家能够准确掌握 だりとも这个巨型的结构 很快就可以找到答案 前面我们刚讲过 だりとも后面与否定形式相呼应 所以我们答案应该是选项2 Stay la ley nai 表示能循环利用的东西 就算只是一个罐头也不能扔掉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语法条目 表示强调的柱子 スラ这个词直接接在名词后面 一般就在隔注词 な、お的位置 比如 悲しみスラ覚えた 这里就替换了其实编语的お 再比如 待されることスラある 在这里则是替换了提示主语的な 如果句子中名词后续的是 に、で、え等的注词 那么スラ应该放在这些注词后面 进行强调 比如 親にスラいってない スラ这个注词主要用于举出一些极端例子 提示这个极端例子都如此 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用日语来解释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为 何々という曲端な例もそうなのだから 当然その他も同様だ 可以翻译为 甚至 连 请大家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一句 他的谎言不过让人觉得很愤怒 甚至感到很悲哀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 雨天的时候公交车经常晚点 有时甚至要等下半个小时 这两个句子中的スラ分别替换了 を和が 来强调 并语 悲しみ 和注意 待されること 下面我们来看スラ 接在注词后面 其强调作用的例子 第三个例句 自分が好きで乱な仕事にすら 自信が持て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人で自己喜欢的工作 都失去自信了 这里通过スラ 来强调失去自信的对象 连属于最高程度的 自己喜欢而选择的工作 都没了自信 就更不用提其他的事情了 再比如我们这个例句 昔は小学校へつら 行かせてもらえない子供が大勢いました 过去很多小孩 连小学都没得上 在这句话中 小学校作为一个极端例子 强调最低程度的 小学都没得上 那就更不用提中学 高中 或者其他更高学历的了 另外スラ 在这里连接主格成分时 也经常以 ですら的形式出现 这里说的主格成分 也就是 な 来提示成分 ですら就相当于 でも 出会っても的意思 比如我们教材中 第四个例句 これは専門家ですら 直すのが難しい口称だ しろとの私には 全く手がつけられない 这故障就算是专家 也很难修理 我一个门外汉 完全无忌可施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的正选答案是3 刚才我们也讲到 スラ提示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那么发烧身体很沉 连做什么事情都够呛很困难呢 属于极端例子 只有选项3 自分で起上がること 自己起来 那么讲到这里 请大家回想一下 这里的スラ 可以用另外哪一个 表示强调的注词 来进行替换呢 类似的我们曾经学过 サイ コソ 那么哪一个可以进行替换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我们这一课中所学的スラ 属于文语注词 和サイ的用法比较相近 所以在口语中 基本上已经被サイ所替代 当然这两个注词 也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一般情况下 スラ用于消极意义的事情上 而サイ在不光用于消极意义的事情上 还可以用于积极评价 比如我们下面这组例子 高中生了 连小学生的数学题都不会 明显是个消极负面评价 所以这个句子中 我们也可以使用スラ 再加另外一句 小学生なのに 高校の数学問題さえできる 才小学 就回到高中数学题了 那么显然这个句子 是属于积极意义的事项 在这里如果使用スラ的话 就显得比较别扭 不贴切 我们再来看コソ 他所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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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别的 这才是 比如我们教材中复习部分的 第一个句子 この人こそ 私が心から期待してる人物である 这正是我心中所期待的人 这句话中 コソ强调了 不是别人 正是这个人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句子 这也是一个通过举出极端例子 来进行强调的文语表达形式 在结局上 可以和スラ一样 记在名词后面 或者记在著词后面 也可以直接记在动词原型后面 比如我们可以说 ソウゾウダニ 也可以说 ソウゾウスルダニ 这个句子 后面肯定形式连接的时候 表示 请怎么样救 只要如何救 相当于だけでも 比如教材中第一个例句 その病気が広まって 百万人もの人が死ぬなど ソウゾウスルダニ 恐ろしい 这里的 ソウゾウスルダニ 恐ろしい 就相当于 ソウゾウスルダケデモ 恐ろしい 光想想就很可怕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那种疾病传染开来 会导致一百万人死亡 真是想想都觉得很可怕 再比如我们下面这个句子 当時のことは 思い出したに 嫌です 同样这里的 思い出したに 嫌です 等同于 思い出すだけでも嫌です 表示光回想一下 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以上这些讲的都是 后面連接肯定形式的情况下 但我们说这个句型 其实它后面更多的 是和否定形式相搭配 表示根本就不 连什么什么都不 相当于 全くない 比如我们教材中第二个例句 它也属于文语表达形式。 第二点,可以和ダニ这个句型一起搭配使用的词汇非常有限。 常见的有比如, 夢、想像、想像する、聞く、考える等等。 以及跟这个句型相关,另外有两个关于形式,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一个是一句ダニシナイ,不屑一顾。 还有一个是,一别的ダニシナイ,看都不看一眼。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我们选2,这里能和言葉相搭配的只有选项2,聞く。 表示恐怖行为和袭击这些词汇,光听的就觉得很吓人。 下面我们继续看第四个句型,ニシテ。 这个句型前面连接表示时间、阶段的名词,用于强调状况、时间,表示到了某个阶段才发生模式。 比如我们教材中第一个例句, 结婚后立马就想用孩子,但是一直到了第八年才怀上。 这个句子中,ニシテ加在8年目这个数量词后面,来表示时间之吻。 比如我们经常说的,三十而立,就可以用这个句型来表示。 我们可以说,三十にして立つ。 但是,ニシテ这个句型,更多的用于强调后面的内容,是否与前面的阶段、状况相符合。 用日语来解释的话,可以理解为, 何々という高い段階,特別な条件に合っている,あるいは合っていない。 表示合っている相符合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翻作正式才,相当于出会ってこそできる。 比如教材中第三个例句。 この曲は,ベイドーベーのような天才にして初めて描ける作品だ。 这个曲子,只有ベイドーフン这样的天才才写得出来。 那么如果是后面的内容和前面的阶段,状况合っていない、不符合的时候, 我们一般把它翻作,连什么什么也不能。 相当于,出さえできない。 比如教材中第二个例句。 プロの職人して失敗をするのだ。 君がうまくいかなく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だろ。 即便是职业的工匠也会失敗。 你做不好也没办法。 这里要注意的是,前向所提示阶段一般都是年龄、能力、职务等某个方面比较高的一个阶段。 比如我们刚才例句中出现的, プロの職人して、天才にして。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我们选1。 にして表示到了某个阶段才发生模式。 这里选项1表示终于成功了。 选项2表示总是很成功。 选项3表示迄今为止成功了两次。 其中表示才发生的事情只有选项1、やっとせいこした。 这个句子意思是,第三次挑战的时候才终于成功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五个句型、あっての。 这个句型前后连接的都是名词。 にAあってのB的形式,表示因为有了A、B才成立。 或者说没有A、B就不能成立的意思。 体系上在说话人看来,前向名词A是不可或缺的,强调A存在的意义。 或者说A对于后向名词B的恩惠。 用日语解释就是,何々があるからこそ、あることが成立する。 比如我们教察中第一个例句。 結婚は相手あってのことだから、相手がいなければ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这里相手あってのこと强调了结婚对象的意义。 结婚意识少不了另一半、否则就无法成立。 这句话的大意是,结婚是条对象的,没有对象的话一切都免谈。 请大家再看第二个例句。 海あっての形容なのだから、海を汚してはいけない。 这里海あっての形容,表示没有大海就不可能有渔业的发展。 强调了大海带给渔业的恩惠。 这句话我们可以翻作,渔业离不开大海,所以不能使大海受污染。 あっての这个句型一般来说,前向连接表示人物的名词比较多。 比如说,相手あってのこと、読者あっての雜誌、お客あっての商売。 我们再看两个例句。 デパートはお客様あっての商売。 お客様は何より大切です。 商场只有来た顾客那才叫做卖卖。 永远顾客之商。 我们再看第二句。 彼は奥さんの協力なしには成功しなかった。 奥さんあっての成功だ。 他说没有妻子协助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成功离不开他妻子的付出。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我们选二。 这个题我们可以直接从语义上来进行判断。 有了过去失败才有。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有了过去失败才有今日的成功。 所以这里很显然答应该是选项二。 成功。 接下来我们看课本最后一个句型。 这个句型主要有三种形态。 colorある、colorする、colorの。 前面连接数词来强调数量之大,后面连接名词来进行修饰。 这个名词必须是前面数词配套修饰的词汇。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一般表示距离、重量、大小、高度时用colorある、或者colorの。 表示价值、金额的时候用colorする。 表示人数的时候用colorの。 比如我们教材中第一个例句。 二トンからあるこの岩を昔の人はどうやって運んだろう。 这里的二トンからあるこの岩, 表示この岩の重さは二トンかまたはそれ以上です。 所以这句话的大意是, 两トン多重的这块岩石, 过去人们是怎么搬运的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句。 彼女は10万円からする服を値段も見ないで何着も買った。 十万多日元的衣服, 他连价格都不看一眼就买了好几件。 这句话中用于强调价值、金额之高, 所以用了colorする的结构。 而且过去我们曾经学过する可以用来表示价值。 比方说, 大公一本三百万もするなんて, 这个数字就相当于かかる、花费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强调这个价值、金额的时候一般用colorする。 下面第三个例句中用了强调人数之多, 所以是colorの形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そのでもには10万人からの人々が参加したそうだ。 据说那次游行有十万多人参加。 这三个例句中因强调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各用了不同的形式, 但其中体现出来的语感都是一样的, 表示了说话人感到数量特别多。 另外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 colorる和colorする这两种结构也可以用于巨末, 后面不再修饰名词。 请看我们下面两个例句。 この水海は深いところは300mからあります。 这个湖最深地方足有300m。 第二句。 この湖の道器は貴重で、 小皿一枚が5万円からしています。 这种陶器特别贵重, 一个小碟子就着5万人元。 这两个句子中强调了深度和价值, 所以分别使用了colorる和colorする。 不同于我们刚才几个例句的是, 原本放在后面被修饰名词, 拿到前面来做的主语。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我们选3, 小库国具ベージ。 因为colorる这个剧情强调的是数量特别多, 所以我们直接就可以选出数量最大的150页。 最后请大家完成下面5个课后练习题, 以加强巩固。 请大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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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